一定要查出那護照的相關的原因 如果是存在於機械護照的話 另外就是家屬的慰問還有說明 一定要站在家屬的地場 讓家屬放心 那部隊的事情是我們三軍統帥最關心的部分 那換向戰機的機隊 不管是在空勤人員還是機器人員的事情 和服務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因此我們的空軍司令也在事發後的第一時間 直接赴台中基地 同時也跟黃中海中校見過面 歸婚過 那黃中校的父母親是住在嘉義 在二聯隊的機器安排之下 現在正驅車前往台中基地 跟黃中海中校會面 黃中海中校的愛妻 還有她一對可愛的女兒 目前在聯隊的細心照料下 還有作戰中隊以及飛行員眷屬的慰問之下 目前十分放行 同時她也親自跟黃中校通過電話 那今天是不會打算前往台東 那後續的話 折時會安排眷屬 盡快見面 然後安眷屬的心 這是有關於眷屬照顧 特別是總統指示的這個部分 那接下來請問各位記者朋友 好久不見